只是聊起這架復興航空 從高雄飛往馬宮的客機 今天晚上是在澎湖縣的 湖西鄉西村 突然緊急迫降 根據稍早交通部長 葉匡許所公佈的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機上已經有四十七個人 現在確定的是不幸罹難 總計五十八個人 那麼另外十一個人是受傷的 我們來看一下是根據民航局 現在所掌握的消息是 這架復興航空的班機 是編號G1222 我們看到是他的機型是ATR72型的班機 G014年 因此並不算是一個用了非常久的飛機 原本今天是要在下午四點鐘就要起飛 從高雄要飛往澎湖馬宮 但是可能是因為天候不佳的因素 因此延到了是包括了五點的四十三分 才從高雄起飛 那麼直到七點零六分的時候 飛機方面通知了塔台說 我們想要再重新的重飛的訊息 不過就在這個訊息之後 飛機就失聯了 因此破降了最後我們知道是澎湖縣的西西村 根據當時有民眾目擊的當時 破降的情況是天空當中看到了一團火光 那麼因此還有聽到很大的聲響 那麼當時很多人不能理解是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是飛機在破降之後 發生了一些意外 我們可以知道是機上有五十八個人 包括了有五十四位乘客 還有四位機組員 不過目前根據交通部長葉匡池都說法 現在總計有十一個人送醫 而其他的包括四十幾個人 已經不幸罹難 這是我們剛剛得知的最新消息 那麼傷患現在正在急救當中 我們進一步來看這架飛機 復興航空的正副駕駛 包括了這架飛機所駕駛的正駕駛 名叫李毅良 現在今年是六十歲 他是從陸航所退役下來的 不過他的總飛行時數有高達 有兩萬兩千九百個多個小時 另外副駕駛是江冠欣 現年三十九歲 飛行時數也有兩萬三千多個小時 這是我們目前所得知的相關的消息 在家的老實行 就是要把他的人 就要的事